歡迎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香港格組足球聯賽鬥到最後一輪才能夠決出王者 潔志同天水為飛馬一隊冤家 顧麥倫最終邊隊跑出表現都得到外界的讚賞 得到掌聲的還有神禧隊長高尼路 這位鐵血中堅正式告別香港球壇 在東方蜘蛛打滾了14年 終於決定回巴西做教練 到底高尼路球員生涯有什麼難忘事 又有什麼說話想勉勵後悔呢 何用生跟他聊過 我經過了最多的我的工作 我經過了最多的我的工作 這不是很簡單 我只是在這裡 這不是很簡單 大家都想要我開心 大家都想要我開心 所以我覺得他們做了一個很好的工作 Unfortunately,我必須要離開 我有我的家庭 我必須要決定 我忘了家庭 我忘了香港太多了 太多了 我會失去所有的地方 我會失去所有的地方 我的朋友,我的訓練 我的粉絲 我會失去所有的地方 香港是一個大部分我的生活 我會失去所有的地方 我會失去所有的地方 帶過香港代表隊的隊長秘章 曾經穿著神禧的戰衣 在2005年橫掃香港足球壇 朗括四大錦標 還出戰亞洲足協盃入埋四強 事業上了過頂峰 不過做人要飲水才完 高尼路始終對南華念念不忘 我當時在西方中 我都給了所有的地方 我都給了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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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給了我全部的地方 我都給了我香港隊的地方 我都給了我 我都給了我選擇 哈嘎 那是我的最愛的 我都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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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尼路98年來香港闖天下 眨下眼就住了14年 還入籍 愛香港的一切 不過更愛九歲的女兒 希望陪她回老家巴西 開展人生的另一個章節 我已經使用了很多次 走啊 走啊 走進街內 進行這種事 我已經感到很感情 因為大昏十世都… 嘴裡 日本的時間 要絕地翻身就要自強 首先就是要多比賽 有100-500人 在一個小壁 所以完全不同 這裡有不足夠的競技 能夠強勁 成為國際隊伍 他說港隊要打好根基 球會建立足球學校 培育幼苗是一條出路 16是太遲了 在加州我們開始比賽 6、7 所以太遲了 你會失敗很多 天下無不散之言跡 顧尼路6月初替完告別賽 就正式跟香港說拜拜 顧尼路說這次離開香港之後 在今年應該不會再回來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下年神禧出戰阿協盃 他一定會回來支持球隊 多謝大家支持 爭取三冠王的聯賽杯冠軍傑志 繼續向足總盃錦標進發 四強鬥標準流浪 靠黃陽6分鐘的入球 奠定1比0的勝局 計算聯賽杯之後 再一次在冠軍戰 同天水圍飛馬碰頭 自己都很少入球 都想不到今場球1比0 這球是我優勢 其實自己都违響到 不勝 一截止比賽之前 都不會輸或贏 落到一場 就決定我們自己的風格 球是圓的 打了才說 我們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如果他在早段能夠有一球得球 然後坐在後面搜我們 我們都不可能 足球就沒有贏 都要盡力去打 飛馬進級過程 比潔志輕鬆 遇上深水埗挑戰 卡里祖兩分鐘就開紀錄 話說羅廣威完半場前 一度替深水埗追平 不過飛馬換鍵之後 靠張健鋒和麥基先後見功 最終贏3比1 4年來第三次 製身足總盃決賽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 踏入第35屆 頒獎禮會在528舉行 和過往幾屆一樣 由專業評審團 香港體育記者協會 傳媒機構 以及球迷 以票選方式 選出最佳11人 而各個位置最高票數的一位 就成為最高榮譽的足球先生 不過受緋聞前身的 南華前鋒陳少奇 就退出競選行列 阿士東維拉足球訓練學校 趁香港國際七人賽前夕 派出教練團指導身受球技 去年去過維拉受訓的 李毅凱和劉鶴銘 再有機會和老師碰頭 15位球員參與維拉式系統訓練 最好成績的3位建議 可以在七人賽期間 跟隨維拉比賽 感受一下歐洲球會應付比賽的細節 陳偉樂、鍾迪華和王嘉誠 最終得到這次難得的體驗 維拉清訓總監認為 只要清訓機制做得好 自然發掘得出超級巨星 在英國,例如說 全球最高級的項目 都會追加四或五位 最高級的選擇 每個年齡的經驗 所以這不是很難 找到最高級的選擇 最高級的選擇 這些小學生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們享受了遊戲 這就是最重要的事 每個小學生 在我們的學校 五年、六年 香港青年七人足球賽 在五二零爆發 六支球隊包括灣仔南華 元朗飛馬、流浪、東方、神希 和車路士足球學校 先在南華會踢熱身賽 感受實戰氣氛 經過分組賽和淘汰賽後 流浪憑著冠軍戰3比0 擊敗東方 成為聚幕戰的王者 519歐洲聯賽冠軍 終極王者之戰 車路士去德國 挑戰有主場之利的 巴仁慕尼克 贏得出便可實現他們的第一次 安聯球場外殼 亦為這場決賽第一次變成綠色 巴仁成為歐聯 變革後第一支在主場爭冠軍的隊伍 全球將會有2億人 見證王者誕生 亦是紀錄 影響力甚至大過美國超級款 一切好消息都衝著巴仁而來 偏偏英國人氣動物語言家 楊陀尼古拉斯就測 冠軍會是車仔 不過神獸可信性有多高 始終要踢過才不知道 香港體育學院 結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 舉行第一季季選 十位得獎運動員來自五個項目 羽毛球的李俊熙和譚俊熙 憑著荷蘭公開賽 贏得南雙金牌雙雙入圍 當中李俊熙已經是第五次得到這項榮譽 乒乓球就有杜海琴和李青雲當選 羅樂培和黃康傑為網球爭光 單車身希望梁俊榮和胡樂俊齊齊當選 二月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贏了四面金牌的梁俊榮 更加首次入圍 沒想過會贏到選舉 有獎之後更加肯定不到我過往 食文會亞當比賽去獲獎的努力 因為我剛剛半年就跟郭浩亭 張英雷他們去備戰一系列 奧運之前的預賽 從而跟他們訓練 增強了自己的能力 最大的就是能力上 因為他們是真的備戰奧運 其實已經超出了我的level 從而除了能力之外 我回來香港 經過一段時間發現 原來我自己的意志強了很多 跟他們訓練完之後 發覺我以前的眼界很小 以我現在的年齡 應該再放遠一點眼光 我不應該再放亞洲賽 或是上年 亞洲賽之後就知道 我應該去看看世界 所以我很希望 接下來九月份 短時間近一點 一個世紀青年錦標賽 我回去參加功勞賽 看看我自己在世界裡 排在什麼位置 滑浪風帆兩位新秀 鄭俊良和吳榮章都榜上有名 話就說國際帆船聯會 早前表決通過 將滑浪風帆剔出2016年 李若月內勞奧運 由近年歐美興起的風增滑水取代 不過擔任嘉賓的風之子 陳敬賢就認為 就算沒有奧運 還有世界賽 世青賽和亞運會 何況整件事 其實還是有彎轉 我們華風帆是 被剔除在2016年 奧運會 但因為其實 這個會議中 有很多 board members都決定了 有一個國家 例如中國 是沒有去到的 所以如果 因為11月內 也會有另一個 annual會議 所以在那時候 就是最後決定 所以暫時 可能都言之上早 也都 到底會剔除與否 我們仍在努力 所以如果真的剔除的話 對我來說 最失望的就是 因為奧運絡 絕對是每一項目 本地夾一組 男子籃球聯賽 衛免的永倫 取得三連勝 不過過程 絕不輕鬆 面對著 旭輝第一節 一度落後十分球 慶幸 黃金戰士經驗豐富 沒說急 沒說亂 慢慢追 黃鎮強和黃又天 各入全隊最高的10分 永倫半場反超4分 全場就大勝64比42 中國女排會議 下個月8至10號的 世間女排大獎賽 澳門站 作為7月倫敦奧運前 閱兵的開始 大隨手 黃一梅 今個月初 腳踩開圓刀 拆線 快的話 休息六個星期就可以 不過 澳門站就應該 無法趕得切 說就是這樣說 組委會方面就承諾 國家隊會以最強陣容出擊 節目結束前 和大家直擊 國際五人冰球柴 第五屆賽事 有破紀錄88支 來自12個國家及地區的隊伍 近14個建議參戰 成年組就有35隊 競逐6個組別的錦標 其中在亞洲A級別 黑色軍團 香港國際青年隊 決賽以3比0 擊敗馬尼拉略奪者 登上冠軍寶座 成為亞洲冰球最強 多謝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下星期再見 挺可愛的 最高的 видео 奶油 VL Luis 中文字幕——YK